残疾小伙减肺品供妹妹上大学 她自强不息的精神被当地传为佳话 在长沙市沙平老街上 这个拖着板车的石荒小伙名叫小周 她脚步亮亮呛呛 手臂也不断颤抖 身患残疾的她本应该由家人去照顾 而如今她却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原来小周的母亲几年前因病去世 如今父亲也卧病在床 除此之外她还要供妹妹读大学 身患残疾的小周干不了体力活 于是她就上街收费品赚钱 很多热心邻居劝小周不要这么拼命 还给她捐款 然而都被她果断拒绝 小周说我人虽残疾 但我心不惨 虽然捐款无果 但整条街的邻居们都没有放弃帮助她 最后大家都十分默契地给她存废品 无论是一拉罐或是废纸箱 都会留给小周 为善良的邻居和坚强的小周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